这位韩国人竟然成了中国上将官至副国籍。 解放军上将赵南起的人生是一部精彩的传习,他本不是中国人,而是与中国相邻的韩国人,他在中国几十年,军衔达上将官至副国籍,堪称一大骑士。 1927年4月20日,赵南起出生朝鲜中清北岛,经韩国中清北岛清元郡,家中排行第四,父亲赵隆久是位爱好儒家文化的读书人,爷爷赵东执一直受当局监视,是朝鲜招名三一反日运动领导人。 1919年3月1日,朝鲜爆发大规模反日殖民哄志的爱国运动,赵东执是清元郡的主要筹划者,不久被日本殖民当局逮捕,关进汉城大同门监狱,但他绝不与日本人妥协,被长期关押,最后带着一身伤病走出牢房,回到家里后,他仍受严密监视,并几次被拘禁, 可岁月流逝,他的反日情绪有增无解。 1939年冬,由于受当局迫害,加上债务高筑,赵隆久于一个黑夜带上父亲和全家离开清元郡出走,四下流浪,然后于1940年初进入中国境内,随后在吉林省永吉县岔路和一个朝鲜独村落,福堂村定居下来。 此时,赵南起才十三岁,过了半年时间,赵东芝因思念家乡,决定返回朝鲜,他已年过七旬,结果由赵南起的弟弟赵南元护送爷爷回国, 本来父亲赵隆久是准备让年长一些的赵南起送爷爷的,赵东芝说,还是让他和你们一起留在中国吧。 结果,赵南元和年迈的爷爷回到清元郡后,从此留在了老家,由于爷爷的一句话,赵南起留在佛堂村,很快,他就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。 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战败投降,朝鲜也从日本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,许多流浪东北的朝鲜人纷纷踏上回国之途。 但是,赵南起一家没有走,还是选择留在岔路河,由此,赵南起和其他留在当地的朝鲜人一样,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,也就是说,由于这两次选择,赵南起成为了一名中国人。 1945年9月,赵南起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,去投奔共产党,他步行一百多例山路来到吉林市,找到民族解放同盟总部,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,从此走向了革命道路。 随后,为了支援刚进入东北的东北自治军,18岁的他自告奋勇,发动朝鲜族捐献出30万金粮食支援部队。 这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数字,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,周宝忠不仅批准他参军,而且用自己的大青马,派警卫员签马,送赵南起到郡政大学东满分校朝鲜族队学习。 在学校,赵南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随后,作为五名优秀毕业生,之一分配,到沿边土改工作队,参加农村土改工作。 不久,他被地委书记孔元,曾与邓小平夫妇一起于延安在毛泽东摇洞前结婚,选调到沿边地委,当了一名管理员,一年后被提拔为地委机关总务科长。 1949年7月,赵南起调到吉林省内政策研究室,担任农业工作组研究员,按照这个工作轨迹下去,赵南起很可能成为一名农业专家,但是,命运之神再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。 1950年6月25日,朝鲜半岛爆发内战,美国站在南方里承晚政府一边,出兵入侵朝鲜,并威胁新中国的安全。 不久,赵南起调至冤军前方指挥所,担任作战课联络员,负责翻译和联络工作。 10月23日,随总部入朝参战。 这时,赵南起尽管才23岁,但已是一名政团级干部,1951年1月25日,中朝在御权动举行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,赵南起在会务组,负责解代朝方高级干部,并担任翻译工作。 以此,志愿军总司令员彭德怀和朝鲜副首相普贤勇进行会谈,由赵南起担任翻译,普贤勇见他潮语说得很流利,十分惊讶,问道,你是朝鲜人吗? 不,我是中国的朝鲜族人。 赵南起回答了,我以前在吉林省委工作,战争爆发后,才调到了志愿军总部。 原来是朝鲜族同志,呼现永孝文彭德怀,我们现在很缺干部,特别是需要既懂军事,又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,如果我把这位朝鲜族干部留在朝鲜工作,你不反对吧? 彭德怀回答说,这要看工作需要了,也要看他本人的意愿,我虽是志愿军司令员,也不能搞官僚主义。 谁知普现永看上了赵南起,并且对此事上了心,几天后又向彭德怀提起此事,彭德怀觉得事情严重了,于是正式叫来了赵南起,征求他本人的意见。 在总部几个月中,赵南起多次为彭德怀当翻译,且两人经常见面,彼此很熟悉。 在谈话中,彭德怀详细询问了他的地方工作经历,然后认真地说,你和我说老实话,你到底愿不愿意回朝鲜工作? 如果你同意,我马上做安排,这是组织上的决定,与你个人无关。 赵南起已决心做一名中国人,于是态度坚决地回答,彭总,我对再次私的工作非常满意,如果到朝鲜工作,各方面情况都不熟悉,困难很多。 希望您批准我继续留在志愿军,将来打完仗就回国,我不愿意到朝鲜工作。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?彭德怀问道,当然,赵南起说,我以共产党员的名义,向你和组织上报着。 彭德怀心丸,重重地拍了拍赵南起的肩膀,说,好吧,这件事情我来处理,好干部在哪里工作都会有所作为, 你这样年轻就是团级干部,很有前途,好好干。 这是赵南起第三次选择留在中国,后来,他回忆此事,十分感慨地说,彭总把我留在志愿军,使我的事业得以继续发展,否则我的人生轨迹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,我深深地感谢他老人家。 确实,赵南起的人生因此而变得很辉煌,抗美援朝结束后,1958年赵南起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,被任命为延边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,后升任政委。 1985年3月7日,中央军委条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,军区政委的赵南起,为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,两年后,赵南起升任部长。 1988年4月9日,根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提名,赵南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,9月14日,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度,赵南起被授予上将军衔,在17名授、上将衔的高级将领中,赵南起是唯一少数民族出身的上将,年龄倒数第二高,已经62岁。 1995年从军队退役后,1998年3月,赵南起又当选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,成为名副其实的副国级领导人。 此时多数人不知道赵南起当年出生于韩国,且是反日运动昭明领导人的后裔,以为他是吉林省永极县地道的朝鲜族人,是于他的出生的韩国。 由于多年与新中国处于隔绝和无外交关系状态,1992年8月中国与韩国财正式建立大使及外交关系,结束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,知道赵南起本是自己同胞的人,更是少之又少了。 2000年4月,赵南起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韩,访问之余,他回到了离别几十年的家乡,韩国中清北岛。 这时,赵南起已是年过七群的老人,且是中国副国级领导人,全国政协副主席,他访问韩国的消息在新闻中播出,立即引起韩国朝野一派轰动,不少人对这位同胞的传奇经历惊恶不已。 作为东道主,韩国政府更是尤为重视,以最高礼节欢迎这位在中国成长,并取得杰出成就的老乡。 当赵南起离家六十多年后,第一次回到清人郡时,当地人俯老邪幼,以最隆重的民族礼节再搁在武云街堂。 赵南起深深的,被浓浓的乡亲感动,拿出特意从中国代去的茅台酒,以当地风俗向乡亲们一一敬酒,共住家乡繁荣昌盛,中含有一长存。 他重病期间,朱镕基总理和温家堡总理等众多中央领导,还有钱学森、钱伟长等德高望重的科学家,都前来看邦伟问他。 2006年11月20日,他因病医治无效北京逝世,胡锦涛主席等众多中央领导,亲自为其送葬。